婚礼前夜,我发现了男友的秘密,他发过一条仅一人可见的朋友圈,如果你改变主意,新娘随时换人。 时间是我们官宣恋情那天,对方是他高中女同桌,十年的异性好兄弟。 我带着那条朋友圈,在他们的单身派对上找到了他,他按着眉心,烦躁地说,无理取闹,总是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难怪没人爱你。 恋爱的第四年,我和秦楠的工作趋于稳定,开始谈婚论嫁。 婚礼举办的前一天晚上,他被一个电话叫走了。 国外惯例,婚礼前夜必须要举办单身派对。 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女生,快过来啊秦楠,老地方,我们已经开好卡座了,今晚不醉不归。 是何希? 你。 我才开口说了一个字,就被秦楠打断了。 我有很多同学,好久没见了,我过去一趟,我抿了抿唇,到底还是点头同意了。 这些天,因为公司里的事情,他心情一直不好。 眼看就要结婚了,我想,他去和老朋友们见见面,放松一下也好。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走得太急。 离开前,秦楠回卧室拿了个东西, 在出来时,把手机落在了茶几上。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决定拿起来看看。 秦楠友山聊天记录的习惯,朋友圈也没发过几条。 所以我往下滑了几下,很快就看到他四年前发的两条朋友圈。 一张我和他的合照,是当时他同意了我的表白后,在朋友圈官宣他有女朋友的事情。 而另一条,如果你改变主意,新娘随时换人。 我从未见过这条朋友圈,用发颤的手指点开可见范围。 这句话,锦何熙一人可见。 而他在下面,毫不犹豫地点了赞。 何熙是半年前从国外回来的。 见家长的过程里,秦楠出去接了个电话, 回来便眉头紧皱,说自己要出去一趟。 什么事? 他步子一顿,回过头,公司里的事情,说了你也不懂。 语气里带着隐约的焦躁和责备。 就好像和我说这两句话,就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 我待在原地,脸上的表情有些僵。 像是意识到我的难堪,他顿了顿,勉强挤出微笑, 留留,你帮忙招呼下叔叔阿姨和我爸妈。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种状态的他,让我觉得有几分熟悉。 果不其然,送别双方父母后, 我给他打了很多个电话,才有人接起来。 说话的却是何熙,抱歉那周刘姐。 我刚来这边,手机丢了,身上又没带现金, 只记得秦楠的电话。 我下意识握紧手机,问了一句,秦楠呢? 他去帮我点餐了,说怕再找不到我, 就让我先拿着手机。 他说着,嗓音里多了些笑意,显然很愉悦, 怎么了周刘姐,你找他有事吗? 那一瞬间,我有些证然, 竟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的口吻自然而又亲密, 仿佛他才是秦楠的正牌女友。 等我打车赶到何熙说的那家餐厅时,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落地窗边的他。 他正在一边吃面,一边玩秦楠的手机。 而秦楠抽了张纸巾, 无比自然地替他擦去溅在嘴边的汤汁。 可我还记得,刚恋爱不久, 秦楠去洗手间时, 我接了他一个电话。 他出来时,看到我正拿着他手机, 立刻夺过去,嗓音严厉, 周刘,我个人边界感很强, 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隐私。 周刘姐。 何熙看到我,远远地挥了挥手, 等我坐下后,才歉意地说,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听秦楠说, 你们今天双方家长会谈, 讨论结婚的事情, 结果我就这么把他叫出来了。 我垂下眼,沉默已对。 周刘姐,你生我的气了吗? 何熙继续说, 这样,等你们结婚那天, 我包个大红包给你就当补偿, 好吗? 周刘不会生气的。 秦楠忽然淡淡地开口, 你的事情比较急, 他分得轻轻重。 我心口一致,终究没说什么。 直到把何熙送回酒店, 回到家, 我才开口叫住秦楠, 你让我一个人应付两边父母, 有没有想过我会很难堪? 而他一边往书房走, 一边淡淡地说, 别没事找事地迁怒我, 到底是谁让你难堪,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话像一把锐利的尖刀刺入胸口, 请客间疼得我说不出话来。 是, 刚才在席间, 我爸妈表现得极为势快, 先是张口就要三十万彩礼, 后来又让叔叔阿姨帮我弟安排工作。 秦楠回过头, 看到我脸色苍白地站在原地, 停顿几秒, 到底是走过来, 轻轻抱住了我。 抱歉,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微微放柔了语气, 你也知道, 何熙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在这座城市无依无靠, 有事肯定只能找我。 秦楠,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家的情况。 我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彩礼我不要, 我弟弟的工作也不需要你安排。 只要你说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纠缠你。 哪怕闭着眼睛, 我还是能感觉到, 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了眼眶。 刘刘, 我是真心喜欢你, 想和你结婚的。 秦楠的表情有几分心疼, 用指腹轻轻擦去我眼尾的泪水, 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吗? 在这个世界上, 我永远不会丢下你。 我咬着嘴唇, 那何熙呢? 他顿了顿, 我和他只是朋友, 有问题你找我, 不要怪他好吗? 我其实并不意外, 这不是他第一次 在我面前护着何熙了。 第一次见到何熙, 是在我和秦楠恋爱后的那个暑假。 因为和爸妈大吵一架, 我打算留在学校, 他便提出让我跟他回家玩一趟。 到那里的第二天, 正赶上秦楠他们高中同学聚会。 我们班同学感情很好, 每个假期都要聚一次。 秦楠一边说着, 一边推开了包厢的门。 眼前一花, 我就看到一道身影扑过来, 直接跳进了秦楠怀里。 儿子, 快来见过爸爸。 秦楠把人从自己身上扒了下来, 又跟他介绍我, 没大没小, 这是我女朋友。 虽然是斥责的口吻, 眉眼间却都是轻易。 而那个女孩扶着他肩膀站稳, 目光落在我身上, 停顿几秒, 笑着伸出手, 你好啊, 我叫何熙, 是秦楠三年的同桌。 他扎着高马尾, 穿着白T恤背带裤, 神情有种说不出的灵动活泼。 整个聚会期间, 他都在不遗余力地向我表现, 他和秦楠有多亲密。 当初篮球赛你伤了腿, 还不是我帮你主持正义。 秦楠笑了笑, 快别说了大小姐, 要不是你, 我们和对面还打不起来呢。 喂! 何熙瞪着圆溜溜的眼睛, 伸手在他胳膊上凝了一把, 怎么说话呢? 下次遇到这种事可不帮你了呀。 不需要你, 我女朋友会帮我的。 何熙好像才意识到, 我坐在旁边, 他举着酒杯凑过来, 对不起啊, 周刘姐, 我们关系好, 打闹惯了, 你别介意。 他明明比我还大半岁, 却一口一个周刘姐地叫我。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旁他们的同学就说话了, 开什么玩笑, 你高中的时候和秦楠就差最后一击了, 他女朋友要是介意, 介意得完吗? 我愣了愣, 就见秦楠冷下脸, 杯子重重地搁在桌面上, 沉沉, 你喝醉了。 后来, 我去了烫洗手间, 回来时, 包厢里只剩下几个人。 秦楠与河西坐在角落, 并没有注意到我。 我听到河西说, 咱俩约定的是, 如果一直到三十五岁都没对象, 就和对方结婚。 现在, 既然你有了女朋友, 我也就放心了。 而秦楠凝视着他的眼睛, 哑声问, 所以, 你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吗? 河西落落大方地开口, 还拍了拍他肩膀, 儿子, 你要幸福。 离开后, 我犹豫再三, 还是问了秦楠。 他牵住我的手, 低声解释, 那时候年纪小, 关系好, 随口开玩笑而已。 我强忍住心里的酸涩, 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可是他说, 你们就查最后。 那两个字,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他喝醉了乱说话, 你也喝醉了吗? 秦楠骤然抬高了声音, 语气严厉, 我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想抽回手, 可他一下子握得更紧。 我和他认识这么久, 如果真有可能的话, 早就在一起了。 他掰过我肩膀, 认真地看着我, 但现在, 和我谈恋爱的人是你, 这应该能证明我的心意了吧。 后来, 何希去国外做交换生, 又干脆留在那里读了眼。 而毕业后, 我们留在这座城市, 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 秦南一路升职, 我也加薪好几次。 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后, 他反倒对我越来越好, 可就在一切都趋于稳定, 我们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 何希又回国了。 他回来的第一天起, 就开始严丝合缝地, 进入到我跟秦南的生活里。 有天半夜, 我发起低烧, 秦南找了要给我吃下。 刚要睡觉, 何希忽然打来电话, 呼叫秦南。 车抛锚在郊区, 我打不到车了, 快来救我。 我抱着热腾腾的水杯, 还没来得及开口, 秦南就说, 药已经吃了, 你赶紧睡觉, 我出去一趟。 他毫不犹豫地撇下发烧的我, 出门了, 如同之前的很多次一样, 以至于我迟疑动摇。 要不, 结婚这件事, 还是先缓一缓。 秦南察觉到了我的犹豫, 所以在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 筹划了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 他甚至叫来了何希, 和他手下关系最好的几个员工, 见证这场仪式。 当着何希的面, 他拿出钻戒, 套在我手指上, 嗓音低哑却温柔, 流流。 我知道, 你以前过得很辛苦, 我真的真的, 想让你幸福。 何希也说, 周刘姐, 我知道你对我有一些误会, 可是秦南他对你是真心的。 旁边的人, 七嘴八舌。 这次求婚秦组长策划了好几天呢, 我可是专门跟公司, 请了嫁来见证他的爱情。 答应他, 答应他。 我, 我有一瞬间的茫然。 我追了他两年, 恋爱又四年, 等着一天已经等了太久, 可张了张口, 却发现自己迟迟说不出接下来的话。 没等到的回答, 秦南抬眼看着我, 眼神带上了一丝恳求, 流流。 如果我现在拒绝他, 当着手下那些员工的面, 他应该会很难堪吧? 何况从小到大, 在家里的无数次妥协退让, 学校里的默默无闻, 无数片段闪过脑海。 于是最终, 我还是答应了他。 我太想有一个人, 能全心全意地爱我了。 而那时候, 我以为, 那个人会是秦南。 姑娘, 你的手机一直在响。 出租车司机的提醒让我漠然回神, 低下头, 才看到屏幕上跳动的字眼。 小何夕, 这是秦南给他的备注。 咬了咬嘴唇, 我还是把电话接了起来。 周柳, 我的手机忘在家了吗? 我应了一声, 又强压下心头那些翻涌的情绪, 要我给你送过去吗? 不用了, 你放在那里吧, 我等会儿回去拿。 电话挂断, 车很快停在酒吧门口, 我定了定神, 循着聊天记录里的卡座号找过去。 昏暗的灯光下, 一道熟悉的身影忽然闯入视线。 何夕正站在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面前,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男人伸出手, 就要摸他的脸。 秦南猛地上前一步, 把他拉到自己身后护着, 你敢碰他一下试试。 男人一愣, 恼羞成怒道, 你他妈谁呀? 多管什么闲事? 秦南不假思索, 一字一顿地说, 我是他男朋友。 秦南, 他猛然回头, 看到我站在不远处, 表情一下子就变了, 该怎么形容呢? 惊讶, 慌乱, 恼怒, 好几种情绪在他脸上交织, 最后都退成一片古井无波的瓶颈。 明天就要办婚礼了, 你这么晚过来干什么? 他目光落在我手中, 眼神一冷,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随便碰我的手机? 对, 但我现在就是碰了。 我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如果我不过来, 也看不到, 原来你在别人面前, 都是自称他男朋友的。 我伸手指向他身后的河西, 而他好像被吓到, 往秦楠身后躲了躲, 却又探出头来, 对不起周刘姐, 是那个人想找我麻烦, 秦楠只是想帮我解围。 我看着他, 那张娇美的脸上, 流露出歉意的表情。 他还是和之前一样, 每一次都落落大方, 理直气壮, 反而趁得我像没事找事一样。 脑中理智的闲骤然崩断, 我打开秦楠的朋友圈, 翻到四年前那条。 如果你们两个清清白白, 那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秦楠看着我, 抿了抿唇, 神情一瞬间严肃起来。 我, 何欣似乎想要开口解释, 可才说了一个字, 就被秦楠打断了。 他看着我, 眉头紧锁, 周柳, 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 你现在追究四年前的事, 又有什么意义? 总是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难怪总说, 没人爱你。 骤然涌上的剧痛, 几乎把我整个人吞没。 见我这样, 秦楠表情又软化下来, 有话好好说, 别闹了好吗? 意识到不对劲, 他那些同学都围了过来。 在何欣语气委屈的陈述里, 我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 结婚前夜偷看男朋友手机, 还专程来翻旧账的人。 这些人都是何欣带来的朋友, 又有三年同窗情, 立刻就站在了他那边。 一个心直口快的男生, 直接开口, 周柳你这就没必要了呀, 他俩要能成早就成了, 还伦得到你。 秦楠低声呵斥, 闭嘴。 我用力掐着手心, 想让自己保持冷静, 可声音还是带上了 抑制不住的颤抖。 好, 既然你们这么相爱, 明天的婚礼场地 就让给你们了。 我把手机放在把台上, 转身就走。 秦楠却追上来, 一把将我揽进怀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柳柳。 她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被音乐声裹挟着传进我耳朵里, 情绪模糊不清。 那只是一个玩笑。 我和何希从前确实比较亲密, 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而一想到关于未来的事情, 我能想到的人, 只有你, 只有你在我后半生的计划里。 我说错了话, 你骂我, 给我一巴掌, 都好。 可是, 别否定我对你的心意, 别丢下我, 好吗? 灯光昏暗的酒吧里, 她把我抱得很紧, 很紧。 一如我喜欢上她那天, 社团登山活动, 因为地面湿滑, 我从陡峭的山坡边缘摔下去, 使秦南眼疾手快拉住了我。 我其实很瘦, 但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 她就那么生生拉住我十分多钟, 直到最前面的同学折返回来, 把我们救了起来。 因为救我, 秦南的手臂轻微脱臼, 我很愧疚, 他反倒安慰我, 没事。 那种情况, 就算是谁都会去救你的。 不是啊, 不是的。 小时候, 我和弟弟同时掉下河, 爸妈同时着急去救他, 而我灌了一肚子湖水, 被救生员捞上来时已经昏迷, 尝到感染, 差点送了命。 我一直觉得, 这世上没有人会爱我。 而秦南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哪怕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都没有那种恨不得每秒年在一起的热恋期。 他对我也始终温和平静, 都不要紧。 有一个人肯爱我, 肯把我计划进他的未来里, 已经很难能可贵。 秦南, 我盯着他紧扣在我腰间的手, 声音有些发抖, 我已经不敢相信你了。 他贴着我的身体微微一僵, 然后拿出手机, 当着我的面, 点开那条朋友圈, 如果你不喜欢, 我现在就删掉他, 可以吗? 还有明天的婚礼, 为了让你安心, 何希也不会出席。 他的口吻, 激进哀求, 我终究是再一次心软了。 这天晚上, 我总共没睡几小时, 天刚蒙蒙亮时, 就被人叫起来, 换上婚纱, 化妆。 一切流程都走得很顺利, 秦南的同学里, 也没有再看到何希的身影, 于是我那颗莫名不安的心, 一点点放松下来。 婚礼现场, 二十多年没给过我好脸色的我爸, 挤出一个僵硬的笑, 小秦人不错, 你弟弟的首富多亏了他, 你可千万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心下一沉, 什么意思? 他却不肯再回答。 众目睽睽下, 他把我的手交到了秦南手里。 音乐声响起, 在满场喧闹的祝福声里, 思宜侧过身, 让出投影大屏。 按照流程, 那上面会播放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 是我和秦南恋爱这些年的甜蜜回忆。 我和他一直没做过什么浪漫的事, 我几乎把相册翻了个底朝天, 才勉强凑了两分钟出来。 然而屏幕上, 忽然画面一暗, 好像是在灯光荒暗的KTV角落, 秦南把何希禁锢在两臂之间, 低头看着他, 为什么不能考虑我。 而何希往前凑了凑, 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 还不到时候, 我想去外面的世界走走, 看看。 紧接着画面一转, 夜色里, 秦南开着车, 而何希举着手机派他。 你大半夜来找我, 周柳不会生气吗? 秦南语气淡淡, 生气就生气, 反正没什么比你的安全更重要。 最后的最后, 是昨晚的酒吧。 何希举起酒杯, 新婚快乐。 而秦南紧盯着他的眼睛, 目光沉痛, 有什么可快乐的。 你不是挺喜欢周柳的吗? 不是你, 那是谁都一样了, 都是将就。 视频中断了, 满场寂静。 我忽然想起昨晚, 离开酒吧前, 何希灌了一瓶酒, 醉熏熏地和我握手, 不能去现场。 也没关系, 周柳姐,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新婚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的。 原来, 这就是她准备的礼物。 巨大的痛楚, 海啸般席卷过来, 有种深入骨髓的冷, 一寸寸冻结了我的血管。 视频播完后的每一秒时间, 都被我心头的煎熬拉扯到无限漫长。 柳柳, 秦南只来得及吐出两个字, 宴会厅的大门忽然被推开。 何希穿着一件漂亮的拖尾婚纱, 抱着一大捧玫瑰走进来, 脸上还残留着醉酒后的红韵。 她停在台下, 仰头望着她, 眼尾像凝着一抹泪, 唇角却是上扬的。 她举起手里的戒指, 昨天你来的时候, 把七年前这个戒指也带来了, 我懂你的心意。 秦南, 外面的世界, 我已经看够了, 不用再等到三十五岁。 现在我来带你走了, 跟我离开吧。 来之前, 她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眼睛里带着微醺的醉意。 而我身边的秦南, 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就那么直勾勾盯着, 何西手里那个银戒指, 仿佛被一拥而上的回忆吞没。 半上, 她终于开口, 你说过, 自由比我重要。 我弄错了, 秦南, 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你娶别人, 然后我们之间再无可能。 何西喊泪说着, 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你说, 只要我愿意, 新娘可以随时换人, 这句话, 是不是永远有效? 秦南没有立刻回答。 他下意识转头看了我一眼, 看到我呆呆地站在旁边, 眼里闪过一丝歉意。 刘刘, 我会补偿你的。 他低声而快速地向我解释着, 他一个女孩子, 当着过去这么多同学的面, 我不能让何西那么丢脸。 我向你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说完, 不等我反应, 他又重新看向何西。 是, 人群哗然, 无数情绪各异的目光投在我身上。 惊诧, 同情, 鄙夷。 还有一句被清晰传入我耳中的话, 好惨啊, 被抢婚就算了, 连他对象也不向着他。 那个瞬间, 我清晰地感知到, 自己心头有一点反复吹熄后又点燃的火苗, 终于彻底熄灭, 再也不能亮起了。 顿了顿, 秦楠又说, 但是, 后面的话, 我已经不想再听, 也确实没什么必要了。 秦楠, 我在他身后轻声开口, 这个昏不结了, 我也不需要你的补偿, 再看你一眼, 我都会忍不住吐出来。 说完这句话, 我转身, 提着裙摆走下了台。 柳柳, 秦楠在身后叫我, 可我没有回头, 只是一个劲往门外走, 却刚走到门口, 就被我爸妈拦住。 我妈抓住我手腕, 压低了嗓门, 急声说, 周柳你是不是疯了? 亲戚朋友都在, 你这么跑了算怎么回事? 都这样了, 我不该跑吗? 我妈愣了一下, 又说,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看小秦仁挺好的, 是不是你做得不够好, 没把他抓住。 我木然地看着他, 半嗓, 忽然笑出来生来, 妈, 你真的是我妈吗? 你这么恨我, 为什么当初要生我? 她盯着我空洞的眼睛, 一时说不出话来, 直到我爸严厉地开口, 这婚, 你不结也得结, 没得商量。 等会儿, 你去跟小秦道个歉, 一个女孩子, 心胸放宽广点, 要有容忍之量。 一阵强烈的反胃感涌上来, 我弯下腰去, 一阵干呕。 再在这里多待一秒, 我都会吐出来。 见我这样, 我妈又放软了些语气。 周柳, 我们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我们做父母的考虑一下。 你年纪也不小了, 离开小秦, 还能找到更好的人吗? 说话间, 门再次被推开。 秦南极部走出来, 看到我还站在这里, 似乎微微松了口气。 刘柳,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我看着她, 婚礼的流程, 最后一次是你去对的, 视频也是你确认过的。 秦南, 我错了, 我自甘下剑追了你两年, 是我不对, 可你要是这么恨我, 为什么要办这个婚礼, 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我丢脸? 秦南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没有, 不许胡说。 我爸在旁边呵斥了一声, 又和颜悦色地跟秦南陪笑, 小秦, 你们说, 我们进去招呼下亲戚朋友。 离开前, 他不忘警告地瞪我一眼, 那天见完家长, 他们还在我面前数落秦南不懂礼数, 可没过几天, 态度就彻底变了。 我心里忽然有了个猜测, 秦南, 我看着他, 你是不是背着我, 把彩礼给我爸妈了? 是, 但柳柳, 那是因为我是真心想娶你的。 秦南伸出手来, 似乎要握住我的手, 今天真的是个意外, 走到今天, 我和何夕已经不可能了。 我刚才那么说, 也只是因为, 他一直都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 我不想让他那么丢脸, 但是, 我肯定不会和他结婚, 我只想娶你, 我想哭, 又想笑, 我爸妈要彩礼, 弟弟要首付, 何夕要面子, 秦南要何夕, 那我呢, 一个代价而沽的商品而已。 我爸妈出嫁, 秦南给钱, 就这么简单,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别碰我。 我后退一步, 力声呵斥, 你真脏, 你真脏啊, 秦南。 他眼神, 微微黯淡下去, 我不再理会他, 定了定神, 重新推门走进去, 台下第一桌, 是秦南的同学好友, 此刻穿着婚纱的何夕正坐在那里, 眼眶微红, 接受着其他人七嘴八舌的安慰, 别难过呀, 希希, 秦南不是也算硬了你吗? 这毕竟是婚礼, 他爸妈和亲人同事都在呢, 何夕抿着嘴唇, 语气倔强, 他不是说喜欢我, 喜欢了十年吗? 我就要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 我比周柳更重要, 不然他凭什么向我证明自己的心意? 另一个男生献宝式的开口, 怎么样何夕, 我给你剪的视频还不错吧? 何夕焦金地看了他一眼, 挺好的, 改天我就跟我爸打个招呼, 正好他们部门最近缺剪辑师, 他从来众星捧月, 没受过什么挫折, 连问另一个人要心意, 也要以伤害我为代价。 我垂眼笑了笑, 然后走过去, 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端起桌上的红油三丝, 一整盘倒在他裙子上。 你干什么? 周柳尖叫一声, 慌乱地站起身拍打裙摆, 但红油已经渗透进去, 反而弄得更加狼狈。 周柳, 你是不是有病? 何夕气的眼圈都红了, 瞪着我,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秦楠选了我, 我要是你, 早就无地自容地跑回家去了, 你还有脸来找我麻烦。 我平静地看着他, 知三当三的人是你, 我为什么要无地自容? 他好像被这几个字赐中了, 谁是三? 你弄清楚, 我认识秦楠比你早多了, 在你还没见过他的时候, 秦楠就已经跟我表白了。 你只不过是捡了我不要的东西, 而只要我开口说一声, 他会随时丢下你, 选择我。 在这段感情里, 你才是那个小三, 懂吗? 我懒得再跟他打嘴仗, 只是端起桌上的饮料杯, 又一次砸在他胸口, 橘色的橙汁泼出来, 把他变得更加狼狈。 周柳, 直到秦楠和我爸妈冲过来, 制止了我。 周柳, 你是不是疯了? 对, 我是疯了, 谨言慎行, 小心翼翼, 委屈求全, 自甘下贱地活了二十五年, 才意识到, 原来疯了才能得痛快。 我爸狠狠甩了我一个耳光, 还要再打, 却被秦楠拦住。 叔叔, 别生气, 我来跟柳柳, 我来跟柳柳说, 他低头看着我, 眼睛里藏着一抹隐痛, 柳柳, 别这样, 我会补偿你的。 何希站在一旁, 似是不敢置信, 秦楠, 你没看到他在欺负我吗? 秦楠闭了闭眼睛, 在睁开时, 眼睛里多了一抹果决。 何希, 我以前真的喜欢过你很久, 甚至刚才看到 你拿出那个戒指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你一个女孩子 不能让你这么丢脸。 我对你, 已经仁至义尽, 但现在, 我确认我喜欢的人是周柳, 你还有很多亲人, 爱你的朋友, 可是他只有我, 我不能离开他。 这一番话, 说得何希眼眶里 蓄满了泪水, 可能他自己都觉得很动容吧, 但我的心里, 已经毫无波澜。 深吸一口气, 我尽量平静地看着秦楠, 看着我爸妈, 那三十万, 没经过我的手, 你们自己解决, 我不参与。 秦楠好像预感到 我要说什么, 留留我。 我打断他, 秦楠, 我们彻彻底底地结束了。 一场最终变成闹剧的婚礼, 不了了之, 不知道是哪个好事之人录下视频, 发在了网上。 原本千夫所指的是来抢婚的何希, 可在某条评论之后, 风向渐渐发生了改变。 兄弟们, 有内幕。 那个原本的新娘, 是个伏地魔, 问男的, 要了三十万彩礼给他父母, 来抢婚的不是小三, 是救人于水火的女侠呀。 现在婚礼没办成, 彩礼他们也不打算还了。 那人甚至爆出了我的手机号码, 一时间, 我的短信和好友申请, 都被铺天盖地地辱骂塞满。 查到发评论的人, 没我想象中困难。 从他没来得及关掉的关注列表里, 我找到了何希的头像。 我直接截图, 发给秦楠。 今天结束前, 你让他处理好, 不然我会报警。 秦楠几乎是立刻就回复了我, 刘刘, 你在哪? 我们见一面, 谈一谈, 好吗? 真新鲜啊, 从前恋爱四年, 他几乎没有秒回过我的消息。 从前我曾经委婉地说起过这事, 那时候, 他只是淡淡地看着我, 溜溜, 不是非要时刻黏在一起, 才能证明我们感情好的。 而现在, 我不理会他, 他就一条一条消息地发来, 千般万般地解释。 我不回复, 他也百折不挠。 直到晚上, 那条评论还是没有删掉, 来骂我的短信越来越多。 我干脆关掉手机, 打车去附近的警局报了警。 第二天, 我在警局见到了何熙, 他顺风顺水地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栽跟头, 看我的表情极其难看, 却在警察的要求下, 不情不愿地向我道了歉, 然后让他的朋友删掉了那条评论, 又重新发了条澄清视频。 等一切结束, 走出警局时, 天已经黑了。 秦南就站在门口, 短短半个月, 他瘦了一圈, 脸色憔悴不少。 那双曾经我未知着迷的明彻眼睛里, 此刻暗淡无光。 看到我, 秦南快步走过来, 凝视着我的眼睛, 溜溜, 我终于见到你了。 此时此刻, 何兮也站在我身边, 可他的眼睛里, 仿佛只能看到我。 你一直不接我的电话, 不回我消息, 那天搬走后, 你也没再去过公司。 秦南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溜溜, 我说过, 那天是最后一次了, 我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你。 秦南, 何兮在旁边咬牙切齿, 你对得起我吗? 现在这算什么, 你明明答应我, 会永远等我。 他太天真了, 再长情的人, 也不会永远等着谁。 例如此刻的秦南, 秦南目光转向他, 何兮, 你找人在网上造谣周柳, 曝光他的手机号,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朋友, 谁要和你做朋友? 何兮近乎冷酷地笑了一声, 秦南, 是不是戏眼久了, 你把自己也骗过去了? 谁家朋友会给对方送戒指, 表白一次又一次, 会在喝醉后亲到一起去? 你敢不敢告诉周柳, 去年平安夜, 你借口出差, 跑来英国找我的时候, 我们发生了什么? 秦南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 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嘴唇吸动两下, 最后也只是一脸绝望地看着我。 我垂下眼睛, 笑了笑, 这么脏的事情, 你说出来也不脸红, 果然物以类聚。 良久, 他滴滴开口, 那都是, 过去的事情了。 柳柳,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来婚礼现场, 那个视频的事情我也不知情, 伴郎是我们高中同学, 和和熙关系一直不错, 所以才答应他做出这种事情。 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我给你最好的一切, 可以吗?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甚至带上了一丝痛楚。 恋爱这么久, 他在我面前总是淡淡地, 很少表现出这样鲜明的情绪。 如果是从前, 我大概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那么那么地喜欢他, 我像一株无助的藤蔓一样, 攀着他, 被他主导着情绪, 卑微地渴求着他能给予我 从未在别人身上得到的爱。 为此, 我强迫自己, 忽略他一次又一次对何希的偏爱, 甚至给自己洗脑, 只要他肯爱我, 哪怕我不是第一顺位, 哪怕我受点委屈, 也没有关系。 但委屈是不能求全的, 委屈只能求来更大的委屈。 秦楠, 我面无表情地开口, 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一看到你, 甚至只是想到和你,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我就觉得恶心反胃。 婚礼闹成那样, 我跟公司请了一星期的假, 我的上司是个比我大五岁的女人, 叫唐敏。 她与我虽然不算相熟, 却有知欲知恩, 我性格内向不讨喜, 在公司没交到什么朋友, 婚礼给出去的几封请柬里, 就有她。 她准许了我的请假需求, 甚至给我多批了一星期, 然后提出, 想跟我见一面。 那天发生的事情, 还有网上的视频, 我都看到了。 她坐在酒店楼下的咖啡厅里, 神色平静地看着我。 周柳, 你还打算继续留在这里上班, 还是想换个环境去拼一拼? 我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心头忽然浮现出一抹紧张的期待。 果然, 唐敏继续说, 公司要在广州成立分公司, 需要几个熟悉业务, 工作能力强的人过去开荒, 工作量比现在大, 也很辛苦, 但你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要不要去, 你决定, 可以不用急着回答我。 毫无疑问, 她给我的, 是一个天大的机遇。 唐敏姐, 为什么您会选中我? 她笑了一下, 因为, 我有过和你很像的经历。 周柳,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工作和能力不会背叛你, 对你最常情的人, 是你自己。 于是最终, 我告诉她, 我愿意去。 那天离开警局后, 秦南曾经试图再追上来, 和我谈谈。 当着她的面, 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那天晚上, 我写了篇长文, 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明明白白公之于众, 并且告诉大家, 那三十万的事情, 自始至终, 我都不知情, 就交给我爸妈和秦南, 自己去协商解决。 评论区不乏有人骂我, 说我串通我爸妈骗取彩礼。 我大致扫过一眼, 就神色平静地关掉了。 去广州后, 我换了张欣的手机卡, 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唐宁所说, 分公司什么都在开荒阶段, 工作强度很大, 也很辛苦。 这样也好。 每天光是工作, 已经让我筋疲力竭, 就没有什么余力再去悲伤。 只是偶尔, 我还是会梦到秦南。 在一起的四年, 他对我其实也有过很好的时候。 有段时间我骨折住院, 因为行动不便, 连上厕所都要他帮忙。 秦南一个有解体的人, 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句怨言。 从小到大, 我爸妈都没怎么给我过生日, 知道这件事之后, 每年我的生日, 秦南都策划得特别认真。 亲手做的蛋糕, 很难抢的游乐园通票, 我在购物车放了半年都没舍得 买的新电脑, 每一份礼物, 他都用尽心思。 只是, 人最怕比较。 我一直用他也对我很好来催眠自己, 以至于强行忽略了一个事实, 如果要在我和何希之中选一个,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走向他。 索性何希又回来了, 他做出了选择, 我也做出了选择, 还不算太晚。 也许是因为昨晚梦到了秦南, 醒来后我正然了片刻, 才去洗漱。 然而就在我走到公司楼下时, 才发现那里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秦南。 离开原先那座城市后, 我多多少少还是从大学同学那里, 听说了他的消息。 婚礼上的事情闹大后, 加上我的长文澄清, 他的公司以个人道德缺失, 和作风不良为由, 将他辞退。 秦南投了很多封简历, 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甚至牵连了他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 而何希家里是做新媒体的, 封庭败坏后, 口碑和经济效益都大幅度下滑。 到最后, 他们彻底炒番, 连朋友都没做成。 十年长情, 在现实的利益面前, 竟然也不堪一击。 柳柳, 原本我想当作没看见, 可秦南却叫住了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转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找我干什么, 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吗? 秦南摇摇头, 表情近乎贪恋地看着我, 你消失了快三个月了, 原先那个号码打不通, 连你爸妈都说联系不到你。 嗯, 所以你有什么事吗? 我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秦南, 你因为品德败坏丢了工作, 可是我还要上班呢。 他轻轻扯了下唇角, 你还关心我的近况, 是吗? 只是想看笑话而已, 我不再理会他, 静止走进公司。 然而直到中午快一点, 我和同事忙完方案的事, 打算出门吃个午饭, 才发现他居然还在楼下。 就在广州将近四十度的天气里, 暴晒了一上午, 连嘴唇都发白, 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 广州的天气多变, 有两天下午, 突然下起暴雨, 行人都匆匆躲避, 只有他站在雨里一动不动。 下班后, 他看到我背着包露过, 有些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 溜溜。 我头也没回地走了。 这种近乎自虐的行为, 他倒是很坚持, 也许是为了感动我, 或者感动自己。 可是, 我的心里一派寂静, 甚至连怨恨都在一点点淡去。 那天晚上, 我加班改方案到半夜一点, 走出公司门时, 风有点冷。 我下意识裹紧了身上的外套, 走了几步, 却一阵头晕目眩, 晃了晃, 险些栽倒在地上。 旁边一道身影飞奔过来, 及时扶住了我。 秦南的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慌乱, 溜溜, 你怎么了? 我喘了两口气, 勉强让气息平静下来, 然后正开了他的手。 我没事, 可能晚上没吃饭, 有点滴血糖。 我送你去医院。 秦南, 收收你自我感动的行为, 这种迟来的深情, 真的只会让我恶心。 我表情默然地看着他, 我现在的生活很充实, 工作很有挑战性, 我很满足。 如果你真的想让我过得轻松一点,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秦南的眼睛几乎快被痛意和懊悔填满了, 他看着我, 嗓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颓葬和无助。 溜溜, 就算我像你之前那样, 切而不舍地追你两年, 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 我冷笑一声, 秦南, 这个世界是以你的意志为中心运转的吗? 造成伤害后, 你只要道歉, 我就该原谅你吗? 从前我在他面前卑微忍耐惯了, 如今的尖锐攻击性, 他大概是不习惯, 只是正正地看着我。 别再骚扰我了, 如果明天你继续站在我们公司楼下, 我会报警处理。 我丢下这句话, 转头就走。 头还轻微地发着晕, 所以我走得很慢。 但每一步都很坚定。 后来, 有一年时间, 我都没再听说过有关秦南的消息。 但分公司发展顺利, 人员几度扩招, 我已经坐上了项目组小领导的位置。 每个月的收入, 几乎是从前的三倍。 我渐渐明白了当初唐敏说过的话, 我不会背叛我自己, 对自己的爱只会日渐深刻, 而永不消退。 那天, 部门拿下了一笔上千万金额的合同, 为了庆祝, 去附近一家海鲜餐厅聚餐。 席间, 我喝了几杯酒, 头有点晕, 出去天台上醒酒。 湿润的凉风拂过面颊, 手机忽然响起, 是一个陌生号码。 你好, 你好。 我接起来, 问了好几声, 那边却迟迟没有说话。 还以为是有人打错, 我正要挂掉, 秦南四雅的声音就这么响起来, 流流。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 他好像是轻轻笑了一下, 一个将死之人, 想见你最后一面, 就算对我再不迟, 他们也会把电话给我吧。 我冷声说, 秦南, 你快三十岁的人了, 耍这种无聊的手段, 有意思吗? 流流, 我没有耍手段, 我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快要死了。 半年前, 秦南终于找到一份 还算不错的工作, 却在入职体检时 查出了白血病。 有配型合适的骨髓, 他做了手术, 但排异反应严重, 病情反而一再恶化。 轻创, 很疼, 以前是半个月一次, 现在越来越频繁。 我可能快坚持不下去了, 临死前, 就想听听你的声音。 流流, 你可以再来见我一面吗? 沉默良久, 我还是问他要了医院的地址。 见面之前, 我都在心里想着 他用苦肉剂, 装病骗我过去的可能, 却在走进病房后, 一下子就确认了 他说话的真实性。 因为秦南脸上的憔悴痛苦, 和因为长期病痛 而笼罩的那股死气, 是没法演出来的。 大学那会儿, 他算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哪怕我们恋爱后, 还时不时会有学妹在表白墙 发出偷拍的照片, 询问他单身与否。 可现在躺在病床上, 快要竖成一片纸, 面色惨白的秦南, 看上去是那样陌生。 看来你现在过得还不错。 他艰难地冲我仰起唇角, 溜溜, 总算这世界没有对你太差。 我想了想, 问他, 何希没有来看你吗? 就算之前闹翻了, 他们毕竟是十多年的朋友。 他结婚了, 我点点头, 哦, 那是该避嫌。 我在他病床边坐了一会儿, 看着柜子上几个 已经皱巴巴的橘子, 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终止无声。 秦南突然说, 溜溜, 我真的很后悔。 现在想想, 过去是我不知珍惜, 你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只是那时候, 我被执念蒙蔽了眼睛, 何希越是若急若离, 我就越是放不下他。 现在这个样子, 也许就是报应吧。 我沉默片刻, 站起身来, 别想那么多, 好好养病吧。 他慌乱地坐起身, 不知道是不是牵扯到了窗口, 痛得撕了一声, 又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你这么快就要走吗? 我过来述职, 等下总公司那边还有会议, 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暗淡了, 所以, 你并不是专程回来看我的。 也是, 我做出那么伤害你的事情, 不该痴心妄想。 他苦笑一声, 表情难过到极点。 再见, 柳柳。 我转身, 走出了病房,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地面刚拖过, 有些湿滑, 我穿着高跟鞋, 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护士与我擦肩而过, 走入身后勤男的病房。 片刻后, 从里面传来他压抑着, 极大痛苦的嘶哑吼声, 几乎令人心惊肉跳。 我下意识攥紧了手里的包带, 可我走得很稳, 连头也没有回。 我下意识攥紧。